北市聯誼中心院區成立特別集門診 開設快篩陽綠色通道 因為確診爆量 讓醫院PCR採檢大塞車 希望透過分流更有效率 在北市七大篩檢站 包含聯誼和萬方關渡醫院 當民眾快篩陽有症狀 就給三天份套包藥 掛號給藥結帳一條龍 刷幼幼卡結帳不接觸現金 這樣的SOP指揮官程中也說 很快就會要求各醫療院所實行 也松口未來將調降新冠肺炎 法定傳染病分類到第四類 比方說像是化痰 政殼的一些藥物 那當後續如果是高風險因子者 那他的那個PCR是陽性的話 那我們就會公費的去開立 那個Paslovy的 就是抗病毒的藥物 篩檢站開給有症狀民眾的 緩解症狀藥物 只要付過號費就能拿到 開完藥民眾直接在篩檢站裡 不用再進醫院拿藥 而另外如果確診民眾在家中 身體不舒服 也能和醫生做視訊診療 那時候血壓都還好嗎 血壓心跳 因為他之前心跳比較慢嘛 經濟確診者居家照護期間 有通訊診療需求 先和你平常就診的醫療院所 或是指定醫院電話聯繫 各醫院有自己的線上平台 或是用健康益友App 有急診專科醫生 和專科護理師 提供24小時諮詢服務 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就能操作 TVBS新聞禮拜訪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懇請訂閱開啟小鈴鐺